哎呀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 好家伙 这家伙大美买这空气驾驶器 太沉了呀 哎呀 我给他打个电话 哎 大美啊 一点掌啊 我准时把你买的这个驾驶器 给你送到家门口了 哎我不会给你放家门口的 你不是把你这个门钥匙给我了吗 我一会给他放好以后 把你这个门钥匙再放到物业 好吧 回头你别忘了去取啊 好嘞好嘞好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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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的妈呀 黄小黄电话 他对门的 这不能接 今天情况太复杂了 是这样的 昨天上午 大美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让我一点钟 帮他搬一个空气驾驶器 接着黄小黄又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也让我一点钟 帮他搬一个梳妆台 砸整 这要是一般的街坊邻居 就没事了 他俩不行 他俩 我多聪明啊 我就跟黄小黄说 我说小黄啊 我明天有点事 要出去一趟 完了以后呢 今天我下午三点钟 来给你搬这个梳妆台 问题解决了 对不对 哎 你如果要是知道 黄小黄 我今天先给大美搬了这空气驾驶器 那他就急眼了 这以后我的物业工作就不好干了 是不是 解放邻居们 哎 我跟你说呀 他怎么又来电话 不接 喂 赵刚总 赵刚总 喂 喂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我的妈呀 我按错键了 喂 黄小黄 我我我 我没有挂你的电话 我 他不是说好了吗 下午三点钟 给你抬这个梳妆台 我在外边呢 我 你不用开车接我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出趟差 我现在就在机场呢 我马上要登飞机了 不是 我飞机即将起飞 对 马上起飞了 我不能跟你说了 我挂了啊 好嘞好嘞好嘞 再见 看见了吗 这就是我的应变能力 我跟你们说呀 街坊邻居们 我都佩服我这个智商 黎沙 现在才吃饭呢 我的妈呀 我刚回来 行 快听得了 好嘞 什么情况啊 大美的吧 咱说好了 不往楼道放东西的 是有点过分了 大美仨 大美 这么有点 大美 你帮你 ž生活 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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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贼了 把东西往外抬 听见我进来了 就进去了 我给赵刚子打个电话 喂 黄黄 怎么着 赵刚子 出事了 出大事了 打每家进人了 打每家进人不是很正常吗 有什么呀 进的不是正常的人呐 进的是小偷 打每家进的小偷怎么了 不是很正常吗 赵刚子你怎么能是这种处理态度呢 不是 你别管了 进小偷进小偷吧 跟你没关系 你别管了 赵刚子 我这可是见义勇为 那你想怎么着啊 这样好不好 我呀 我就在这堵着 我不让他出来 然后我给物业打电话 让剩下的人都来 对了 我再找两个壮士的 打琴子 往下抢 对 我再找个更壮士的 大米粒 不行 不行 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黄小黄 大米粒可不壮 你别看他胖 他是虚的 他们小区其他人都是虚的 我最壮 我跟你说 你别找别人 就我来 好吧 你等着我来 我等你 我等你 我花花菜都凉了 你不是在飞机上 马上要起飞了吗 是 我刚才 我刚才是起飞了 我现在已经落地了 三分钟就落地了 我 我飞的是短途 那得多短的途啊 哎呀 你就别去纠结公里数的事了 我跟你说啊 黄小黄 你现在 你现在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你听见没 你现在有危险 我刚刚的你别吓唬我啊 你用这么一声 我不知道怎么办 哎呀 你在那来回转什么圈啊 你站住 你听我的 你现在往后退 往后退 再往后退 哎呀 你靠在你门口管什么用啊 我 你怎么知道我靠在门口呢 那个 那个 我对你多了解呀 钢子哥 你平时这么关注我呢 那个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 你马上把你的门打开 然后你赶快回家 把门锁好 直奔床 明白吗 上床以后 找一个大辈子 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的 千万别出来 我回来叫你 你再出门 听见没 好的 好 开门 关机 好 哎呀 我的妈呀 这算解决问题 不行啊 你要是躲进去了 那万一贼跑了呢 我得做点什么 行了 我得赶紧走了 赶紧走 不能让他看见我 这个贼 咱还穿着物业的衣服呢 难道是先偷的物业 带来我们这儿的 哎呀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找钢子 黄小黄 刚才这致命一击 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真的吗 我的妈呀 你不是飞机刚落地吗 啊 我现在不是在地上吗 还从哪落下来的呀 从那儿啊 那你能告诉我 大美家是几号航站楼吗 不是 赵刚那你什么情况啊 啊 你吓唬我就算了 让我进屋就算了 你还让我进屋 找床棉被 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你这是灭口的节奏啊 你到底想干啥 黄小黄 对不起啊 刚才是我说话了 那这样 你把棍子放下 好吧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给你解释完了 你不能生气 好不好小黄 你说 是这样 那个今天一点钟吧 那个大美啊 让我给他送一个空气加湿器 你等会儿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你这天上地下 撒这么大个谎 就是为了给他家先干活 把我家活往后吞呗 不是 把你家活往后吞 给他一点钟干 完了给你家那个呢 是三点钟干 啊 他家的时间是时间 我家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呗 怎么的 赵刚子 大美美呗 大嘴比我长呗 在你心里比我重要呗 我告诉你赵刚子 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 你是有夫之夫 不是 我 不是 我每次来的 你们就说我有夫之夫 干什么呀这是 老给我挖那坑有什么意思啊 有夫之夫是有夫之夫 送这个加持器的加持器 跟有夫之夫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啦 人家没人你都进去了 你还想有什么关系 什么叫没 我有他家钥匙 哎呦喂 这是随便进出的节奏哦 赵刚子啊 这事你说不清了 我有什么说不清的 我人正不怕影子写 我说不清 哎呦 那这样我去找一个 权威人士来评评理 你找谁我都不怕 大米烈 你回来 你别找他啊 你找他就不是瓶里的 就把我瓶了 哎呦 我没给我 行行行 黄小花 我算让你给我抓着小辫子 那你说这事怎么瓶吧 你现在呢 就去把我的梳妆台搬来 这事就算瓶了 不是说好了吗 三点钟人家送货 我到哪搬去啊现在 那三点钟之前 我家就不能有点别的事吗 那你家也没别的事啊 那我家 我 你给我把灯泡换了 一个灯泡 你自己换了不就完了吗 那么高 我够得着吗 那行 我先把他这活干了 我再给你换灯泡 好吧 不行 必须给我先干 行 哎呀 我算服了你们两个了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这么我这么贵重的架势器怎么放这儿了 这赵刚子怎么干的活啊 给我放门口 这门还开着 赵刚子 我说赵刚子 人呢 人呢 哎呀 你也太过分了 咋的 你说这么个灯泡 你就换不了吗 我不够不着吗 台灯你够不着啊 哪有你这样的呀你 你说你真是美 干啥 钢子哥 干啥呀 你怎么你给我干点活就那么不乐意吗 我没有 咱俩关系是不是好 好 是不是比大梅姐好 哎呀 好比她好 那是不可能的 你好 你好 大梅姐回来了 你在家呢 跳钢子 你忙啥呢 我给她家刚才换了个灯泡 就是 就是给我家这活干了一半 然后去给她家换灯泡了 是不是 哎呀 赵刚子 这事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家灯泡啥时候不能换呢 你赶紧给大梅姐把这个加湿器搬回去 怎么能活干一半呢 真是太不责任了 哎 一游未尽呢 要不你在进去再聊十块钱的 来来来 请上演 什么情况 我这么贵重的加湿器交给你 让你送 放在这了 然后门还开着 那我家东西要丢了 我是让你赔呢 还是不让你赔呢 对不起 我说怎么这么奇怪 我现在全明白了 我求你办事 从来没这么痛快过 原来是想假借给我送加湿器 实际上是要帮人家换灯泡 没有 我就给他换了个灯泡 对 我发现我来早了 我乘灯泡了 哎呀 赵刚子 你怎么回来了 他比我白呗 他比我甜呗 他傻白甜呗 赵刚子 我告诉你 我再次严重地警告你一次 我是有负之负 对 我跟你说啊 金大美 我每次来你们这儿 我就掉进有负之负这坑里吧 怎么的 今天我非得把这坑填平了不可 哎 你还来劲了 你要这种态度 对的 业主说话 我告诉你 我还真得找个人来评评你 你找谁评理我也不怕 我给大米粒打电话 你把电话关了 行 这这事咱得说清楚 花雅花 花雅花 花雅你出来 咋子了 钢子哥 我跟你说呀 哎 大美姐 这怎么还没搬进去呢 没事不要紧 你还有什么活动的干吗 让他先帮你干 哎呀 没事 哎 你今天是不是去逛街了 我上了你个新买的衣服 喝喝看 下次你逛街带我一个呗 哎 停我大妈呀 停停停 我说你俩也太能演戏了 你俩这表演也太好了 你俩要不当演员的话 是演一届一大损失 你俩在一起和不在一起 差别怎么这么大的 大吗 一直这样啊 行 咱今天把事就说清楚 好不好 今天你们俩人都找我干活了 对不对 我是不是义务帮助你们干活 那我干活怎么还干出错来了呢 对了 今天是你先说的 对不对 你让我说帮你抬这个加湿器 对不对 对 这他没撒谎 是这样的 就是我最近皮肤就特别干 钢子对我特别好 他就送了我个加湿器 哎 哎 等会啊 不是啊 你听清楚 我不是送了你个加湿器 我是来给你送个加湿器 是啊 你送了给我加湿器啊 我不是送了你个加湿器 我是来给你送个加湿器 是不是你送的 是 那不就完了吗 不不 你先过去 再说你啊 你三点钟 对吧 让我抬那个梳妆台 说让我把梳妆台送过来 对对对 那个 我俩关系不是好吗 他知道我爱美 就送了我个梳妆台 不是 等会啊 等会啊 别瞎说 不是我送了你个梳妆台 我是给你送了个梳妆台 是 你送了我个梳妆台 不是我送了个梳妆台 我是送给你个梳妆台 谢谢 你咋的了 你咋了 没事 别理我 让我自己哭一会儿 来 让我俩回避 我跟你 二位大侠 我跟你俩商量个事 行吗 你说 不是咱以后有啥事 咱能不能换个别人 咱不能可着一个人折腾 不折腾你 折腾谁 你再说这种不要钱的事 你不折腾你人谁来呀 再说了 你说物业本身就是服务业主的 对 那我们不也服务你们吗 你们最近弄那个什么优秀 评选 对评选 咱是不是打分了 打了 对啊 打分了 你不愧 我该怎么做怎么做 哎 田经理 我在哪呢 我在俩奇葩家呢 啊 这回物业打分 我分最高 不能啊 我已经有俩最低分了 我应该不及格呀 啊 有两个社区最美女青年 给我打的是满分 一个是大美 一个是黄小华 怎么的 是不是有点小内疚啊 是不是有点小感动啊 我说实话啊 今天你俩这个事 对我也是一个教育 这看人吧 不能光看外表 得看她的内在 啥意思 我俩长得磕尘呗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你俩内在美 那就是外表还是磕尘呗 哎呦 不是 二位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看这玩笑 又给她紧张碗了 她就不能开玩笑 行了行了 她老当着了 哎呀 打住 二位 我服你俩了 这样 咱说吧 反正这点活 先给谁干 那都在这了 当然是给大美姐先干了 那行 说好了啊 给大美姐先干啊 不不不 不用 你还是先给小黄 送梳妆台 那行 给大美干 给小黄干 给大美干 给小黄干 给大美干 哎呀 停 停 就你们跟我说清楚 到底先给谁干 那你自己看着干 自己看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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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又给我挖了个坑啊 我跟你们说 街坊邻居们 你们说 我到底想给谁干 我告诉你们 女人的心是海底的针 不好捞啊 我现在 我得找一个人帮助我 这人指定能帮我 喂 大米 你现在干啥呢 太好了 你现在马上叫上 大秦子等一杆闲散人员 到小区门口 给我抬一个梳妆抬 抬到黄小黄家 我在这死等你 听明白没 好的 一会儿我媳妇来了以后 把东西同时送给他们两家 我看他俩还说啥 就我这个应变能力 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 发送给谁 我 filtered 在身边也许将是